放下来 放下来 给大家说说您这大纲吧 这怎么还有一个 一个杂志一样的 您的藏品上都上收藏封面了 什么时候上的这个杂志 先有这本资料 再根据这个资料找到这些东西 两百多万吧 这纲两百多万 前龙是的 前龙用过的 水纲吧 有点像水纲 可以说是今天的寻宝当中的宝宗之宝 就算不止两百万 如果是真品不止两百万 对不对 而且他出了那个水 很多水盘的 而且前龙也用过罗冠摇纸的 您这个很多气泡 应该下面 就是他烧这个工艺不够精湛 所以你这个应该是房品 不用打击我太大 专家评定出来 你也可以 好好来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好 他是前龙 皇帝用过的东西 前龙不是很喜欢傅师作画吗 他写的诗跟作的画 收起来放到上面去的 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这个在岳阳 还是通过第三个人找到这个 之后呢 就很多朋友都看过 说这个不是真的 我非常无赖 不过我相信这个东西 最起码是从宫里面流至民间的 他是前龙的 甚至宫里就是官窑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钢啊 气形是前龙以后流行的 特别是口言的这个梅花 还有你这个青花的右荔红的表现的色调 特别是右荔红发色灰暗 不是那种鲜艳的红色 这个一般是晚清 才能够有这种现象 应该是道光左右的时候 气形也是道光时期的 东西是老的 绘画还画的比较细致 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不是宫里的 民谣里面比较精 当时你多少钱买的呢 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买贵了 买贵了 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 你再放上十年 也倒不了两百万 这个东西呢 目前在市面上 也就不超过三十万 给你个惊喜 好 觉得专家肯定 这个钢很绝细 你一定要挺大 五百来过后也是 花了两百万 其实一点可疑 不差钱 刚开始的两百万是越南洞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也是一个片子 说是真的 专家说这是真东西 但是最后您只按照这个 咱们叫按图所记 对不对 没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找到家门同志 家门同志又介绍我去找另外一个人 我估计这样的环节 哦 掉包了 天生一种冲冲的城市 我说是天生一种冲冲的城市 那是天生一种冲冲的城市